也下一对他们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我知道作为男人应该赌得包容 可是他的态度真的让我没法接受 他太强势了 永远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他心里好像从来没把我当做男朋友 做什么事情 他都从来不会考虑我的感受 现在跟他在一起 我一点都不开心 这样的状态我真的受够了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 小孩 24岁来自山西 是一名教练 女嘉宾 小人 22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摄影师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健身房里认识的是吧 对 我们在健身房认识的 他是健身教练 对 你是健身会员 对 我当时就是 就是为了去减肥嘛 然后所以就认识他了 认识了之后他对我也挺好的 一直就是说特别照顾我 而且特别迁就我 工作之后就完全就都变了 所有事情我不管说什么 他都要跟我再去吵架 是不是说我现在就 什么小事都跟他吵 其实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也是不管什么事 我都很包容他 他说什么我就是什么 但后来越发的就是 什么时候都得听他的 所以我现在就感觉有点不太 受不了了 舒服了 还是不舒服 就感觉我有点很难走下去 是说他强势是吧 你受不了他了 我只是希望他稍微能感染你 但是他我们也谈过很多次了 但是他没有一点点感的意思 平常吧都是会因为一些少事 他就会去发脾气 我并不 你举个例子吧 有一次我们就说没事 我们就去经常去玩游戏 但是我们也不是在一块嘛 就是去开语音 开黑嘛 本来玩挺高兴的 当时房间里另外一个女生说的话 我就接了两句 当时他就不高兴了 我就很纳闷 我是因为这个跟你生气吗 当时是因为他跟别的女生说话 他根本就听不出来我声音了 我当时就说两句 而且游戏里声音很嘈杂对吧 我就礼貌性地回两句 而且那个声音跟他确实很像 不是说故意不听 那你有什么可悔的呀 我就不知道了 我现在玩游戏 我工作已经很忙了 然后就因为他喜欢玩游戏 我说那我陪陪他嘛 重点不是说我没听着他的声音 就是说我这点小事 他完全没有必要发那么大火 一发火他就 我想让他道歉 他发火干嘛了 摔东西了 打你了还是怎么 也不是说打我 他直接拉开 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 那我不就是想让大家冷静一会儿吗 冷静完了之后不就又理你了吗 是冷静吗 这冷静一冷静一两天 我打电话什么的都不回我 平常在生活中他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平常我得有自己的社交圈 我得去找朋友对吧 我得有自己先去爱好 他平时就不行 我稍微回家晚点 就把他直接关门外头 不让我回去 你那是因为稍微回家晚点吗 这件事真的是 他上次他出去喝酒 他跟我说 他说那个 我们要出去玩去 然后跟他朋友出去喝酒了 我已经跟他说过很多遍 我说我不许他去喝酒 他偏偏非要去 你把我的话放在心上了吗 是你说得这样吗 当时我明明出去之前 我告诉他了 我说我朋友好久不见了 回来了吗 就出去吃个饭 可能会喝点酒 是他不喜欢喝酒 我同意你也去了吗 我同意了吗 但是他当时他也没说不行吧 我也不能一直等着吧 以前就说过 我不许你去喝酒 然后你非要去 你就不应该问我用不用同意 为什么你不同意 我就不能去呢 而且我就喝一点 一点而已啤酒 你不知道你喝完酒什么样吗 他那次喝完酒回来之后 那家伙那脸红的 司机见着他都得听说 我有那样吗 但是我也并没有说我发酒疯 我本来就喝酒上脸对吗 完全没有必要把我关门外头吧 喝酒上脸本来就是 对身体就是不好嘛 我就不想让他喝酒 就一点也不想让他碰 他非要去 喝着几点啊 而且到最后面我不理他 后来大概就十点左右吧 几点钟去的 六 七点钟 应该不会喝好多 但是他喝一点就会凉多 就关了一夜是吗 就一夜没让进门 差不多 就我好说歹说 可能是发慈悲了帮我 到几点钟进的门 大概到两三点钟 可能是睡觉醒来了吧 想起我 我还在外边了 我不就是想给你个教训吗 让你长长记性 你以后还敢再去喝酒吗 生活中我们都是这样 他说什么我就得听他的 什么我们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 必须是他说的就对 我说的就不对 就是说我们这大学毕业 我那个时候是想 如果我们大学毕业结婚了 我们就可以说有更好的一个 稳定的一个 就更稳定 去更安心地去拼自己的事业去 然后问自己的小的呀 争奋斗去 我就跟他商量这个事 每次我提这事 人家就大发了一天 根本不听我说 咱俩又得着商量这种事吗 咱俩现在才多大呀 他24我22 我们俩现在都还很年轻啊 我就说我想先拼一拼事业去 因为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份 我喜欢的工作 我不想去这么早地结婚 是 这事我是说不过他 最后我还是妥协 就是说他工作 你工作就工作 你干嘛把自己的健康也支支度啊 而且我每次我就说 你这个工作你和生活稍微权衡一下 我就是关心人家 人家都说我用你管嘛 这完全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是那么跟你说的嘛 当初他第一开始说我听 然后他说你就注意吃饭 然后你要怎么怎么样 我说行我知道了 我都会注意的 可是后来就真的是特别特别烦 我在工作 人家电话就没停过 好不容易等我抽个空 给人家回过去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没事 我就问你吃饭了嘛 然后你吃的什么呀 然后就开始跟我在这儿叨叨这个 真的很烦啊 就是你们俩现在谈了一年多恋爱 他还能保持这样是吗 他确实是一直是这样 而且我有的时候吧 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 照顾自己挺多年了 我也挺好的 我不想让他这么一直去 这么烦 我不喜欢这么一直厉害 所以你一开始需要 你现在不需要了 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一开始我不需要你关心 但是我不想说 他说什么我都不听 我不想因为这种事人跟他吵 但现在我真的工作很忙 我没有时间去一直 我工作性质本身就是这样的 有的时候 什么摄影师是吧 对 我有的时候出去要外拍啊 就是挺忙的时候 顾不上吃饭了 但是其他时间 我一直三餐还是很正常的 然后他就没完没了的 你是拍什么的呀 婚纱摄影啊 有那么忙吗 就是人家客户 如果不同意的话 我就得一直跟着人家拍嘛 就是 客户也得吃饭啊 确实是 但是就是不按时按点了 他要去出外景嘛 不仅仅说是那样 他要去外边拍 外边拍 他每次特别拼 加班加点的去工作 我提醒他 我觉得我没有错呀 对吧 我主要是问你的身体去考虑 我觉得我完全没有做错 你为什么每次都因为这个事 还说我不关心他 我不在乎 我觉得就是根本他不在乎我 你为我身体考虑 有时他们去外拍回来了 平常他外拍回来 我要去他可能会让我看他的作品 我本身也比较喜欢他拍一些东西 那次他回来 他确实累 我也没说什么 他就去休息了 然后我就拿他相机去看了 当时我一看 他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好的搭档 就是说私下来 就跟那个男的 就说是男闺蜜吧 当时我一看 我一发他相机 我就是看了嘛 也不说故意去翻去了 我一看 这么多亲密合照 我当时就 我就真的很生气 我说 你们正正经经地去拍照了 为什么要有这么多合照 那么亲密 我就很不理解 我们怎么就亲密了 那会儿就是因为 我们好多同事都出去了 那个地方也挺漂亮的 我们就想说拍个照 留个纪念嘛 我问个不厚道的问题 就他打电话 你都没时间接 怎么有时间合照呢 因为那会儿就是 所有同事都在那块拍照呢 我说行吧 既然人家都在拍 那我也就是说 一块去拍几张嘛 拍了几张 也没什么亲密照片 只是朋友在一块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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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确实是发了脾气了 人家发脾气怎么办呀 我那会儿是外拍的东西 人回来把我相机卡 给我格式化了 你知道你格式化之后 我要付出什么吗 我跟人家老板 我就只能说 我说我相机卡 不小心给你弄丢了 怎么怎么 我就找借口呗 然后人家老板说 你再出这种低级错误 你就给我滚蛋 然后就这么骂 然后后来那什么 后来跟我说 那你去免费给顾客再重拍 我就跟人家顾客好说 歹说求着人家 用免费拍的 给人家拍 是 当时我是我有点激动 可能是有点过分了 但是他确实跟他那个 男徒是走得太近了吧 我之前也告诉过他 我说我不喜欢你 你指的太近是什么 刚才你用了个词叫男闺蜜 你收拾完也没反驳是吧 对 他确实是我 一个男闺蜜 你怎么说呢 就是说过年的时候 我本来说是去跟他一起回家 去看看他父母 买点东西去问问一下 毕竟过年是一点心意对吧 当时他就没让我去 但是我后来从他朋友那知道 我说他这个男闺蜜 经常跟他回家 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实在是不明白 这个真的不是他说的这样的 我男闺蜜因为和我都在河北 然后我爸妈没有男孩子嘛 就比我喜欢男孩子 有的时候他去我人家 挺会哄我爸妈的 然后就我爸妈把他当成那种 就是说亲儿子去看的那样的 但是他要去 人家都是以朋友身份去 他要去 肯定是男朋友身份啊 但是我们俩还没有到这种 谈婚论嫁的程度 是以朋友身份去 但你最起码得保持点距离吧 朋友之间应该有距离对吧 但你干嘛非要 现在就要去我家呢 咱们俩谈了一年多 我觉得好多东西 在工作上你不够体谅我 然后生活上你也不够细心 不够照顾我 我不想就是说 现在就谈婚论嫁 而且我觉得吧 咱俩现在还很年轻 我就想把重心 全部拼到事业上面 爱情这种东西 其实真的说句不好听的 可以说是可有可无 就是一个调味品就可以了 干嘛非要看这么重 那你的意思是 恋爱是你的调味品了 但是我现在真的在 很认真地跟你谈恋爱 我不想因为这种小事情 老是跟你吵 老是跟你吵 很麻烦 我不觉得你很认真 你还平常说什么 我不了解他 我不了解 他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给我了解 你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去外边去交友 本来玩挺开心 旁边就有好多那种 特别好看花 因为他本来就是 喜欢紫色嘛 正好 那也是紫色的花 我就说好 沾一捧去送她 我刚说去送给她 这时候她和南闺蜜 又过来说 女朋友不喜欢 她花粉过敏 你不知道吗 为什么我都不知道 虽然她知道 过敏吗 确实我花粉 她为什么不知道呢 因为她跟我认识的时间 不是特别长 就是说一年多 然后她也没送过我花 然后我南闺蜜 和我认识的时间 特别长了 我们从大学刚开始 就已经认识了 就是说关系特别特别好 那你南闺蜜 没个女朋友吗 她现在没有女朋友 我一个大男人 我被另一个男的说 你不了解你女朋友 关键就是 你的正牌女友 你还不如我呢 我该怎么想 那你怎么做的呀 你就直接是 人家在那块 把那花往地上一扔 扭头就走了 好多人都看着呢 所有朋友都在那呢 我朋友过来问我 你男朋友怎么了 怎么就跑了呢 怎么就忽然走的 那我搜集我不是应该的吗 你花粉过敏 我不应该把花扔了吗 那你替我想过吗 你当时走了 你替我想过 我追你还是陪朋友 你不用陪我追我呀 你照样是陪你朋友去了呀 你追我了吗 那么多人呢 我能因为你一个人 把那么多人都撇下吗 是 反正 反正是在生活中 他就是这个样子 工作啊 他的工作比我重要 朋友比我重要 我觉得我在他心里 一点位置都没有 我觉得谈恋爱没必要 就是非得都逆在一块儿啊 整天的 他要求的 其实不是逆在一起 他不是想更多地了解你吗 因为我有时候工作很忙啊 我没有时间 就是一直陪着他 不是 你有多忙啊 他可从打上台来说 他都没说 他抱怨你不陪他 对吧 他也说过了 我有时候工作起来 就真的是加班加点 都完不成那种工作 然后他还要一直 跟我打下来 你自己觉得 人家把你当什么 其实我并没有说 我就说我怨他 他没时间陪我 我听出来了 我听出来了 就是说 我觉得吧 他根本就没有认定我 说他是我男朋友 我肯定会考虑说 以后会跟我结婚 会跟我一起走下去 我觉得他根本 没这么想过 就是说有一次 我们一起去吃饭 本来吃得挺高兴的 他就要去给他 初恋打个电话 我就很生气 我说为什么呀 为什么你要跟你 初恋打电话 对吧 你给我吃饭 你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 对啊 我就觉得他很过分 就是说就算你们没有什么 你们本来就不应该 有任何联系了 对吧 毕竟你跟我在一起了 我不觉得说分了手之后 连朋友都做不成 他跑去我初恋名 除了就 真的就是只是一个 没错 又是朋友 朋友 你朋友是多 你好多的朋友 咱们也是朋友做起的 咱们也是从朋友 发展到恋 对吧 那一会儿真的只是 我说这是过节的时候了 我说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 好长时间不联系了 但是你考虑过 我的感受吗 你跟我在一起 你跟你前任打电话 那我背着你打电话 你会很开心吗 我当在你的面 只是说我不心虚 我们俩之间没什么东西 是你不心虚 那就说明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呀 我下次会背着你的 那你去吧 这女生 我没办法 平常我根本就说不过她 真的 本来我 我就 我很少去跟她说 大吵一下 话而言之 其实你人家家也没去成 是吧 那你跟她谈恋爱 你父母知道说 你还有个男朋友吗 我爸妈并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 第一点就是 我不想把 这么早就谈婚论嫁 我不想跟爸妈说这个事 然后第二点就是 她其实说真的 不符合我爸妈 就是给我的要求 那你爸妈没给你介绍一个 我爸妈介绍了 这肯定会有呀 她背着我去相亲呀 当时我发现了之后 她还告诉我不是 说是工作关系怎么的 然后后来我 当我一再追问 我是真的是这样吗 她再跟我说 我是去相亲了 你相亲你为什么要背着我 你还告诉我你去相亲了 是不是你找个好的 你就直接把我踹了可以呀 我那会儿真的只是 不想让你多想 我父母安排的 我又不能说不去 他们在那 他们一生气 我该怎么办呢 我只能说说我去了 我去了之后 我跟人家也说得很清楚 我说我现在有男朋友了 但是我现在又 不能让我爸妈知道 所以麻烦你 就是别跟我爸妈说 就别说这种事 我每次跟人都说得很清楚 然后你就觉得 我背着你怎么样 就要把你踹了 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信任我呀 我怎么信任你 你觉得做这么多事 我拿什么信任你呀 我再问问啊 你们双方的朋友玩得好吗 我就不认识她几个朋友 就那次我们一起吃饭 我朋友也在 本来吃得挺开心的 她有个朋友说 我觉得你男朋友还不错呀 那当时来这么一句说 她哪不错呀 她长那么矮 我就根本不喜欢这个样 当时气氛很尴尬呀 她朋友和我朋友都在那 当时谁也不说话 我当时我怎么办 我那会儿跟你道歉了呀 她当时生气了嘛 然后我就赶紧跟她道歉 我真的是只是开个玩笑 我没有当真的去说去 我特别好奇 就是你喜欢这个小伙子什么呀 他第一开始对我真 就是说他 他对你是真好 你承认 是吧 对 而且我身边 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朋友 然后他对我就是 真的是无微不至 就冬至的时候 我吃不到饺子 然后他还专门跑过 工作的时候 专门跑回来 给我送一趟饺子 就这样子 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好好爱他呢 我很认真的对他了 但是我现在只是说 我想把重心放在工作上 可是我根本不觉得 他是跟我当时说 我跟你道歉了 可是他是怎么这个态度 他就是一副教育的样子 给我道歉 他说算我错了 你没必要这样吧 至于吗这段小事 你有吗没完啊 可我跟你道歉了 我说我跟我错了 那我怎么跟你道歉 你每次一两小时生气 你是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我要保证我最起码 我自己能养活 我自己吃穿不愁的时候 就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了 我才会去结婚 我现在不要求他有什么物质 我只要求我去结婚 刚才你说恋爱 是一个生活的调剂品 对 那你来说婚姻是什么 婚姻是牢笼 行了 我没有什么好问的了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什么叫闺蜜 闺 闺房的闺 闺房闺 闺蜜 闺蜜 就是能进入你的卧房 和你聊天 很亲密地交流的人 才是闺蜜 所以你一直在说 我那个男闺蜜 我们很多年了 什么都了解 但她是真正意义上的闺蜜吗 如果她真的是 真正意义上的闺蜜 那我以为 你们俩只是 可能某些时机 机缘还未到 如果到了 那就不是闺蜜了 那就变成了恋人 如果没有这份情节的话 你不会一直在说 她是我的闺蜜 什么原因我不多问 但这个所谓的男闺蜜 一定不是简简单单的 异性朋友 她也没有女朋友 而且她可以公开出现在 你和你的男朋友中间 还那么了解你 她仅仅是一个好朋友吗 我不认为 你们两个都挺别流的 女孩是因为 在你无聊的时候 她的体贴 你觉得那是一种调味品 有温暖 当你很忙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种 累赘和负担 很烦人 这叫什么爱情 连朋友都不如 你跟朋友 你能说出来说 我最近很忙 你别烦我 那朋友也没得做了 何况是男朋友 何况是男朋友 你们都清楚自己的位置 而又不做出及时的了断 那就是好自己的青春 赞了吧 别互相折磨了 好 谢谢 谢谢严老师 好 来 齐总 当你听到这个女孩说 爱情是调味品 婚姻是牢笼的时候 你还不赶紧跑啊 我想跑 我现在不能跑啊 你今天才听到 她这么去评价 对 有可能和你在一起的时光 她以前从来没给我 这么说过这种话 好 即使她今天没有 这么直白地说出 但是你可以通过 种种的细节 就可以知道 你现在是什么角色 你就是一个调料嘛 对不对 在你对她好的时候 她会享受 你以为她劝你说 你不能在外来喝酒 对你身体不好 你以为你打游戏的时候 跟其他异性说话 她吃醋给你拉黑 那是因为爱你吗 不是 那是因为要占有你 让你听话 为什么 让你只对我一个人好 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不是爱你 男闺蜜就不说了 对不对 这么对她知根知底 那对着那个前男友 还念念不忘 知道你不舒服 那好吧 下回我背着打 你居然连见他们的家人的权利 都没有 恰恰她的男闺蜜有 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人有没有 当然还去相亲 种种的这些表现 她把你当成什么 我觉得从一定程度上 可能 何止是心里没有你 简直就是说 不把你当成一回事 因为至少她知道 她做的那些行为 一旦让你知道 你是会伤心的 但她不在乎 因为她告诉你 我现在工作是第一档 我的朋友是第二档 你不知道排到第几 明白了吗 女孩 当你说出对爱情和婚姻的描述的时候 我敢说 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你只是说 在假设这个恋爱的对象 和接规的对象是她的时候 你会有这种感觉 当你真正遇到爱的人的时候 她一定不是一个调味品 她一定是你的一切 当真的爱人出现的时候 你的工作只能排在第二位 你能背着她去给前任打电话 说明你是留恋过去的那段美好时光 工作那么忙 你还会跟男闺蜜一起去亲密的合影 能看到那个亲密的合影照 其实背后是你多么的享受 那会儿你在工作 但是你都可以把工作排在了第二 家人 不会跟父母去提到她 因为你知道父母根本不认可她 其实你也不认可 你把真相跟朋友说了 不小心让这个傻孩子知道 所以种种这些表现干嘛 要欺骗自己 伤害别人呢 我们干嘛把人过得这么自私呢 唯一对得起她 对得起自己的做法就是 跟她说清楚 然后跟她说再见 找自己真正爱的那个人 当那个人出现的时候 恋爱和婚姻观 一定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曲总 把女生的话连贯起来说 我知道你无微不至的关怀 但我真的是很认真地对待你了 爱情有那么重要吗 不过是调味品 你还不符合我家人的要求 我现在不想结婚 因为婚姻是牢笼 你的话连贯起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没有说错吧 这话听起来很坦荡 言下之意就是我 付出的只有这么多 我已经努力做了 对吧 那么至于你要再怎么对我 都是你自己心甘情愿 别说是我利用你来这么做 但这些话是你的心里话吗 我没有描述错吧 是 是心里话 你撒谎 婚姻是牢笼吗 那你还天天帮别人拍婚纱照 婚姻是牢笼吗 我不相信一个人每天认为婚姻是牢笼 却天天去祝福别人的幸福 去帮别人去拍照 拍照的时候还要跟新娘说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再笑一笑 多恩爱的一对 你天天在说假话 你天天在用镜头捕捉新人的美好 你跟我说婚姻是牢笼 你内心是一定期待婚姻的 不过是对象不是他而已吗 不就是不喜欢也要站着吗 你那番话的言下之意 不是说我只能付出这么多 所以呢 你自己该怎么想就怎么想 其实你就是一句话 记住啊 小伙子 我就这样 你再这么继续下去 一切的结果都是你 咎由自取 如果说你不跟那些所谓的男同事 男闺蜜 又或者是前男友之间有瓜葛 那我会认为你刚才那番话就是坦诚的 我已经努力做了 并且我心寒愧疚 我给不了你给我那样多 但我已经认真做了 但是其实你内心并没有愧疚 你并没有努力去平衡这份愧疚 你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其他的方面 你宁愿给别人一点时间 一点关怀 你也不愿意多给他一点点 对一个人的好 得看对方是否值得欣赏 如果对方懂你的这份好 才有意义 如果对方根本不懂你的这份好 那么你持续地付出 说难听一点 那就是太不重视自己 把有价值的爱 去奉献给有价值的人 奉献给那个懂你的人 就这样 你有权利用你的方式去认定 什么是婚姻 什么是爱情 但如果你这么认定了 你就不要去嬉戏情感 大家之所以气愤 主要是觉得 一个那么认真对你的人 其实你没有那么在意他 你应该放他走 你应该说清楚 一起进入那几天 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 咱俩在一块也这么长时间了 然后好多事情是我做的不对 是我太自私了 没有考虑过你的感受 所以我现在跟你道歉 我真的跟你说句对不起 我就是希望你说的问题我都会有所改变的 我就希望你能再多给我一次机会 就是不要这么快就说分手 我真的是很在乎你的 咱俩在这么 带来一起这么久 其实好多事情咱们都谈过 我真的不确定你以后会真的说是做出什么感变 我 我好好考虑吧 再 再想想 两位请回吧 失去了知道 珍贵了 贪婪那种表现 来 请关门 那几天喝 古方红糖 感谢首席合作商 古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看看这一队 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好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一倍诗爱情保鲜器